捷克西南部在4号发生了一起火车对撞事故 造成三个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其中七个人的状况相当的危急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这两列火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凹性了 并且脱离轨道 就当人员获报赶到现场 协助乘客紧急疏散 并且立刻抢救伤患 救援人员就说 这三名死者里头 包括有两名是列车驾驶员 以及一名的女性乘客 当时一列从德国慕尼黑出发的火车 经过捷克西南部时 撞上当地一列区间车 发生的这起对撞事故 捷克运输部出付判定事故发生的原因 是因为这列来自德国的列车 没有遵守交通号指